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代随着时间的延长 当代的时段就越来越长 在我以前还教大学部会研究所的时候 当代就教不完 因为涵盖的人太多 这次因为以前已经路过 古典社会学理论 我以前对于20世纪美国社会学理论 就是以前的当代社会学理论 也有一些心得跟不同的研究方式 所以也想把它录起来做一个总结 所以才开这样的课 开这样的课之前 我也跟系里面其他开大学部跟研究所的老师 有联络过看他们开课的内容 研究所的老师他开的课都是讲欧洲的理论家 大学部的老师是讲一半欧洲的一半美国的 因为他也是觉得要折衷起来有点困扰 那我这门课就干脆就专门讲我当时比较熟悉的 那刚好算一算大部分人都是美国人 所以就叫20世纪美国社会学理论家 那原来这门课开的时候 只讲到Goffman 那大概在1980年代 那1980年代到西元2000年结束 甚至到了2000年以后呢还是有一些美国社会学家值得重视 那这个呢当然有一点点个人选择的原因 所以我就多选了三个人 那等一下我们会稍微说到为什么选这三个人 那选这三个人然后前几天我才在一篇文章上看到 就是在1999年有两个人写了一篇文章 他讲到这个调查美国社会学会理论组的会员 他们认为哪些人是最重要的社会学理论家 应该交到就是所谓的当代 那他们就让每一个人都有三个选择 你觉得第一个人谁第二个人是谁第三个人是谁 那他就排了一个表 那等一下有一个字卡这样 那大概总数最高的就是Harbermas 这是德国的学者 这是1999年做的 不要忘掉有一个时间的差 跟现在十几年了 那第二名呢是法国的受学家Pierre Bourdieu Harbermas还活着 写作力比较没那么旺盛 那Pierre Bourdieu已经过世了 那他是认为第二名 排行第二名认为很重要的 那第三名是Anthony Giddens 可是Giddens大概1980年代以后 他的那个Constitution of Society之后 好像没有受一些方面的重要的著作 但是呢他还是排第三名 所以算一算呢 一个是德国人 一个是法国人 一个是英国人 虽然算英语体系 那这个Irving Goffman是第四名 Irving Goffman原来是加拿大籍的 那后来入了美国籍在美国教书 应该有入美国籍 这点我们有查证 但大部分人都把他当成美国社会学家 这也是我们讲到Goffman的时候 可能会讲到的这一关加拿大人身份的尴尬 因为加拿大人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加拿大人 大家都认为他们是美国人 然后呢这就是他们身份尴尬的地方 他明明是加拿大人 有固定的国家领土 在联合国还有会员地位 可是大部分人都不觉得他们是一个独立国家 而且更尴尬的是加拿大跟美国的国境 是全世界最松的国境 他们的国境非常的长 但是没有严密的这个国境的概念 不像美国的南方跟墨西哥 那就非常严密 还有很多人走私偷渡 加拿大跟美国的国境 就没有南边国境的这个问题 这也是一个在美国历史上非常非常奇特的事情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 美国在1950年代有麦家席事件 McCarthyism 就是一个反共的一个恐怖浪潮 美国的一些比较左倾的学者 最后有机会的话都到加拿大去避难 可以躲过当时的很多思想的检查 所以加拿大在于跟美国的关系 就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关系 有的时候他向美国 有时候他又不是美国 其实他从头到尾都不是美国 但是因为他跟美国实在太接近了 人也长得差不多 然后不过在我现在念书的时候 八年代 美国人最喜欢加拿大另外的地方 是加拿大的保险做得非常非常好 美国人竟然都做不到那么好 这是加拿大 所以Irvin Goffman就有这种 有人就认为他有一个加拿大的特质 就是讲话就是有点酸酸的这样 叫Synical英文叫做 与代讽刺对自己的声势 对避逆世界这样的 他们因为他在美国教书前很长 所以都算是他是美国的社会学家 所以他是排第四名 那第五名是一个other 就是别人自己个列举 自己认为应该列入的社会学家 所以这个其实没有举任何一个人 那第六名是Tolkamp Parsons 这是我们会第一个讲到的美国社会学家 他在大概在1960年代 以前谈到美国社会学 没有人不谈他的 尤其在50年代 60年代 他在美国是首屈一指的 美国社会学理论家 虽然他出道的时候 他是在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成立社会学系非常的晚 在1930年美国 芝加哥 哥伦比亚大学 很多主要大学都有社会系的 只有哈佛还没有 成立的时候他也不是系主任 他是一个小咖 从经济系的助教调过社会系来的 然后那时候最大咖的是一个苏联的流亡学者 叫做Sorokin 我在那个爱情社会理论的地方 也叫做Sorokin 索罗金 那这个人 所以可是这个学术风潮 跟这个所有的流行风潮一样 十年何东 十年何西 现在已经没什么人提Sorokin Parsons呢 红了一阵子 现在也很少人在提他 你去查杂志网络的文章 或者相关的书籍写他们的 非常少 写Parsons已经很少 写Sorokin那就更少这样 所以Parsons呢 再怎么样 大家都认为至少在历史 在美国社会学理论发展史上 他是具有一个重要的地位 接下来的呢 是Michel Foucault 这样子 是个法国人 那Michel Foucault其实也不是社会学家 他在法国 他写的东西算不算社会学 其实是有争议的 但是因为他有关医疗方面 有关监视 监控社会 这个方面的东西 很受到社会学家的喜爱 还有他对权力的观点 以及他对性的这些看法 所以后来很多的当代的理论 都会提到Foucault 虽然他的专业不算是社会学 我问过教当代理论的研究所 实态会教到Foucault这样子 所以这是接下来就是Robert Merton Robert Merton呢 我跟他宁过数 在80年代的哥伦比亚大学 那Robert Merton呢 是也被归为所谓的结构功能学派 跟Parsons摆在一块 其实这不是很恰当的 等一下我们再说 接下来的就是Rendall Collins Rendall Collins在前几年 有来过台湾 那这个人呢 很特别 因为他写的书 每一本都超过四五百页 都很厚 他1975年就写了一本 Conflict Sociology 冲突社会学 我花了一个寒假才把它看完 这本书实在太长了 后来有一个人 他的崇拜者出了一个精简本 精简本也还蛮厚的这样 这Rendall Collins的写作呢 非常的广泛 那我把它列为是 我要补奖的一个人 不是很容易了 那他就是排行在这个Merton之后 那接下来是James Coleman James Coleman大概是所谓的 这个理性选择理论 理性选择理论就已经有一点 跟经济学靠拢了这样子 我每次都开玩笑说 那就是经济学派来卧底的这样 理性选择理论 或者心理系派来卧底的这样 那接下来 所以James Coleman有一本书叫 Foundation of Social Theory 社会理论的基础 书名看起来非常的一般性 其实那是他的理论的一个铺陈这样 那个有中意本 那本书你需要一点数学的基础 才能看得懂的 所以那不是很简单的一本书 所以James Coleman我就没有摆在里面 接下来是Dorothy Smith Dorothy Smith是加拿大籍的 一个女性的学者 对于社会学从女性主义观点来看 他的贡献非常的大 有几本书 就是Dorothy Smith 那接下来才是一个Alfred Schultz Alfred Schultz是1930年代逃避纳粹的一个 奥地利的一个社会学家 可是他呢一直有一个double life 他白天呢在银行工作 他当初念书的时候呢 他爸妈因为是犹太人很担心他饿死 他又有这个对于社会学的兴趣 可是又有这个现实的考量 所以呢 他就折衷的就是拿了这个社会学学位 但是呢还是有在这个商业方面 有进修这方面课程 他到美国以后呢 基本上白天在银行做事 那晚上到学校教书 他刚开始呢批评了Parsons 所写的那本书 叫做《社会行动的结构》 写了很长一个书评 还先寄给Parsons看 Parsons没有太搭理他 这两封信后来变成了一本书 后来他就把他自己的想法呢 因为他是以所谓的现象学 或者叫现象学派的社会学为主 所以这个 在美国的社会学界不太红 美国人一碰到现象学就有点头大 但是有一群粉丝 所以他的书后来 还有他的那个英文发表的文章 晚期都是由荷兰的一个出版社出版 但是出版社的书非常贵 要买非常的困难 但是他呢有针对 Mark's paper理论在做发挥 而且他又是现象学社会学的 一个创始人 甚至也是唯一的一个学者 所以也引起了一些重视 所以这是Schutz会排在后面 这几年 前几年台湾有Schutz的一本 有一位老师 非常认真的 就要翻译Schutz的东西 然后最近大陆也有几个译本 有关Schutz的书 他的英文的论文集 几乎都快得完全出版完毕 这样子 还有他的用德文写作的博士论文 也有出版 接下来Harold Garfinkel Harold Garfinkel这个人是非常奇特的人 到现在为止找不到他的照片 Gothman已经是非常难找到照片的人 在现在你网络上去找 现在算资料很齐全 Gothman大概找到两张照片 可以找到两张照片 以前我是上穷碧落下黄泉 找到那两张照片 后来发现无出其佑者 你就很难在别的地方找到 他很不喜欢留下 他甚至在担任 最后他死前 1983年 担任美国社会学会理事长的时候 按照惯例 所有的理事长都要放一张照片 让他知道你是谁 长什么样子 他就是没有放张照片的人 所以你看他有多怪 那这Harold Garfinkel呢 比他更怪 Harold Garfinkel 你根本就找不到照片 我到现在为止找不到照片 他只出了一本书 出了一本书可以红成这个样子 这根本就是奇葩这样 在社会学院 在现在是基本上不可能的事情 他虽然是Parsons的学生 他在哈佛大学念过书 跟Parsons学过 但是他喜欢的是Shoot的东西 所以他结合了 他基本上是followShoot的东西 然后把这个 现在社会学院变成一个 可以操作的一个东西 然后他发明了一个字 就他这个学派的特殊字 叫做ethnomethodology 通常翻成熟民方法论 或熟民方法学 曾经有另外一个老师 写了一个社会学理论的书 把这个翻成名声论 其实是不错的 但是因为我们在台湾 有三民主义 有民族民权名声 这名声论怎么听 都像三民主义的东西 所以就没有红起来 所以名声论 我就一直记得这样的翻译 其他大概都是熟民方法学 或熟民方法论 这样的翻译 这个书 他的东西不太容易懂 他东西不太容易懂的原因是因为 你如果没有在美国活过 他在1960年代尾端写的书 你没有在美国活过 他用了很多很通俗的语言 他几乎放弃了学术语言 然后他那很通俗的语言呢 你不在美国待过 你有时候不太容易理解 他还很喜欢用短横 也会变成 拉成一个很长的字 我们在中文大概顶多 要弄就是用一个夸号吧 所以他在语言上面 他受到英国语言哲学的影响 所以在社会学里面呢 英国人最喜欢的人 就是Ether Methodology 是Harder Goffin 因为他很有哲学性 认为他的东西很值得发展 反正在社会学呢 他的东西只有少数在加州的人 继续做 大部分人都没有做 其中有一派分出来了 那个人有一个学者 很早就死过世了 但他的书非常的厚 我最近花了一万块新台币 在外国网站买到一本 就评装本了 叫做他的上课的笔记 通常这一派呢 叫Conversation Analysis 不是Conversation No 是Conversation 叫做会谈分析或绘画分析 就把这个人跟人的对话 怎么样的这个做逐字稿 类似这样的 现在很多学生有经验做逐字稿 同时讲话或者话没讲完整 要怎么着去记载 这个他们弄得非常的细 所以那本书非常厚 差不多这么厚一本 这是Conversation Analysis 后来也演发了其他的 在STS里面 科学科技研究里面 也有一派人对 用STS的方法来 这个研究科学家 在实验室的状况 所以他 这个Garfonk在晚年 也写了一本书 叫STS of Work 研究工作职场 用这个所谓的 这个孰明的角度跟立场 来看这个 那一般教科书都会提到他 大家都谈到他的什么 断裂实验像这样的东西 很有趣 但是不是在那样文化成长 不太容易了解 另外他们接下来这一名的是 Peter Bloch Peter Bloch我也上过他的课 他在美国成长的欧洲的移民 他的口音非常的重 他著名的地方 就是他的社会交换理论 交换理论一般的讲 美国社会学有两个交换理论 那社会交换理论一个是他 然后一个是Jersey Holmans 那他的社会交换理论 会强调结构的问题 那后来也利用 Wizemir的一个概念 叫社会圈的交错 的概念来研究美国的人口 跟美国人结婚 在都会地区结婚的情况 来看这个民族融合的问题 所以他尝试着结合理论 跟实际的研究 大部分人都没有 他有 但是他后来这个交换理论的东西 也没有再重印 1963年写的书 后来他都转到其他方向去了 这是Peter Blau 接下来的这个人 叫Emmanuel Wallerstein 或者在纽约人家会认 Wallestine Emmanuel Wallerstein 就是所谓的这个世界体系的创始人 那是研究欧洲历史的 主要以欧洲历史为主的 那那个书呢 到了2000年左右吧 才完成三大册世界体系 但是世界体系把它当成一个 全历史的或历史社学 是比较有意义的 当成社学理论 好像我个人认为差了一点 接下来是Jeffrey Alexander Jeffrey Alexander呢 我在198年代 在歌大念书的时候 他来演讲 他那时候刚开始出版 他那个四句册的第一册 叫做社会学的理论逻辑 Theoretical Logic and Sociology 四册 奇妙的是 我的那四本书 全部是精装本 全部在不同的书店买到的 四本都是二手书 Jeffrey Alexander来的时候 我们有个老师非常喜欢他 欲为是Parsons之后的第一人 因为他重新整理一些重要的 古典社会学理论家 然后用了当时的一些 科学哲学的概念 然后希望能够开创一条 研究社会学理论的新路 那这些书最近几年 中国大陆有译本 台湾一直没有译本 可是呢 在英文出版界 他的书出版以后 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回响 只有我的老师 把他捧得非常高 那他后来呢 就主编了一些书讲新功能论 或者新功能主义 他也研究文化与社会 最近我看了一本书 他研究欧巴马的一些政策的问题 他也是美国社会学理论界 一个很重要的人 但是并没有在理论界 有像Parsons那样的贡献 这样 我们会稍微提到 我也会花一堂课讲讲他 那Herb Bloomer Herb Bloomer是 我们叫做 一般人翻成符号社会 符号互动论 我把它喜欢翻成符相互动论 符相互动论就是 symbolic interaction论 符号跟象征 这两个字可以翻成一个字 不然你翻成符号互动论 或者象征互动论 你得讲两遍 很长 那这Bloomer 其实写的文章都非常短 而且没有什么具体的书 那有人出名 就是因为他提倡了一些 基本的原则 Bloomer就是这样的人 那Bloomer更有趣的 他曾经开过计程车 打过美国小联盟的棒球 所以这是在美国社学界 非常有趣的人之一 那接下来Jorge C.Holmans Jorge C.Holmans就是 社会交换理论的另外一个人 他原来念的是文学 所以他是因为在哈佛大学 所以就跟有一票人 组成读书会 然后他们研究Paretto 然后他的兴趣转到这个社会学来 那他那本社会行为 Elementary Approach出了两版 那基本上是用心理学跟经济学的一些 基本概念来建构的一个体系 这样子 接下来Harrison White 这个是比较近代 他们研究的是社会网络 我在美国的时候 他刚出道 他在各大开了一门课叫 Structural Sociology 结构社会学 我们大部分同学都跑去听 这样的 第一堂课 他就说我教的结构社会学 不是结构主义 讲完了 就一般人就跑掉了 都以为他叫Levis Strauss 或什么之类的 没有 学生都比较喜欢流行的东西 老师不教流行的东西 就会很惨 我后来慢慢自己也感受到 好 那接下来他说 Any living followers of Marx 谁只要是遵循马克思 都是社会学人重要的人 所以在美国社会学院 这也是一个 只要你靠对边 美国有一阵子在 因为他们要强调聘用的 这个多样性跟自由 所以呢 听说每个社会系要聘 一定要骗女人 有一个比例的女人 所以你是女人 你在一般条件均等之下 你受聘的机会非常大 另外一个要聘马克思主义者 所以据说有一阵子 就一队人号称自己 是马克思主义者 因为这样比较容易被聘用 我不知道这传言是否属实 另外再讲Theda Scarchful Theda Scarchful 大概历史学会讲到他 政治社会学会讲到他 社会学理论讲到他 真的是蛮特别的 因为他写的书从早期的讲比较几个国家的革命 到后来历史社会学到后来讲到美国社会福利 他并没有一个很大的理论来解释人的行为 所以摆在这里我想有的时候知名度的问题 并不是因为他的想法里面有跟这个社学理论极相关之处 并没有 然后接下来是法国人 Jacques Derrida 有人翻译德西达 有人翻译德里达 看你对法文的R 你是用法文发音还是用英文发音 他的书现在变成通常在后现代的时候会讲 但是他是学文学的 他很多东西其实跟社会学相关度是不高的 但是在美国学界一旦红了就会在全世界学界红 所以大家有时候也不管这种科技的划分 所以大概讲后现代的人会讲到他 那我对这个不熟 所以我不会讲到这个 他也不是美国人 所以这是我的借口 Gay Harlansky原来是研究阶层化理论的 研究人类历史演化的 所以要讲他也不太有太大道理 然后接下来他这边是Claude Levi Strauss 是法国人类学家 他的东西要变成社会学理论 我想这个也是不太有道理的事情 然后另外一个是荷兰籍的 叫Pierre van den Berger Pierre van den Berger是原来最早的时候 他是研究这个叫社会生物学的 他原来是人类学家 可是他对这个社会生物学很有兴趣 在那个叫做Wilson那个人出现之前 他就讲这个 我以前大学部的时候看过他一本英文书 就是讲这个 但是现在并没有那么红啊 这个人 有一阵子的作为生物社会学或社会生物学 Bio Sociology或Social Biology 这有时候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说法 然后最后倒数第二个人叫 Janet Shafetz 这个人是谁 我不知道 这是这名单上最后一个人 这是1999年左右 有美国社会学界 美国社会学会里面理论组的人 就在一个调查里面问他们哪些人是当代的重要的社会学家 他们所弄出来的 那这个大概就跟教学上的传统有关了 教学传统有大部分的原因是被教课书所限制 每个老师在教书的时候 最大的困扰之一就是我要找什么样的书来这个当成我的课本 或当成我的底这样 所以既然当成你的底 将来你的教学就是这个 然后你这样子教 然后如果你又在大的学校 那好像你的教法就变成是一个亲定的教法 你在哈佛大学这样教 那有人到哈佛大学留学 然后把你的书单拿回来 那就是照哈佛大学的教法 那现在这个有网络的课程 很容易看到不同的学校是怎么教的 那或者在网络上找资料 社会学理论的那个开放式课程不太多 据我所知 所以呢像中文界中文世界可能我的还是第一门 但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我教的人当成是唯一的就是这些人 这是我的看法 那我的看法里面有一些学术成习的这个习惯 我们遵从一些学习的那还有一些是我个人偏好的选择 所以这个是要特别强调说明一下 那有人选的人很少 那我选的人尽量都多 跟我的古典理论一样 道理很简单 就是你多学一点 那从这中间你可以看出你喜欢哪些人 那你再来 而且我觉得学问要越广播越好 越能容纳多一点 那将来你可能触发你去思考的空间就大一点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这门课呢 是以这个传统的当代社会学人为主 在我们的时代就是教到Goffman为止 所以我又喜欢以人为主来教 不要以理论学派为主 像传统的社会学人都会说 这是结构功能论 这是冲突理论 这是浮相互动论 这是现象学社会学 这是所谓的戏剧学派的社会学 然后这是这个 ethon methodology 俗名方法学 大概就是讲这些 就是就可以度过一个学期这样 但是我觉得从一个理论家的为主来介绍 会显现出这个人的多样性 像Parsons 你叫他做结构功能主义 他在刚开始 他并不是结构功能主义 到最后面 他也还是结构功能主义 但大部分人谈他 他都谈到他思想的中期 晚期的思想也很少讲 早期有的就一笔带过 那中间那段他奋斗 一直在跟自己的想法 希望慢慢具体 把自己的想法具体化 那段也很有意思 我觉得念理论 得回到你念理论的目的是什么 你如果念理论 是要发展自己的理论 你当然能够对别人的了解多一点 是比较好的 念理论只是希望 学到人家的一些名词 然后拿来你自己使用 这个学理论我就没有太大意义了 你就买一本字典就好了 尤其专业社学理论 你去把那些名词拿来 每天在那边玩玩玩 就可以玩出一些东西来了 这不是不可能的 那我个人认为念理论 第一个要对那个人的整个思想 能够稍微完整的了解 跟我的古典理论一样 所以呢 可是我又采取这个折中的办法 所以当代理论 先讲Parsons 第一个是他出道的时间 也相对然是比较早的 严格来讲 如果要更早一点 应该是先讲这个 芝加哥学派的 像George Herbert Mead这样的人 但是我根据他们在 社会学界的这个影响力 也可以这样讲 或者说其实美国地图摊开 大概从东部 慢慢到中西部到西部这样 这也是一种讲法 所以有一种 学术界不成文的规定 所以我们会先讲Parsons Parsons大概 接下来就讲Robert Merton 因为我跟Merton学过 然后他的东西 比Parsons好懂太多了 那我对Merton有很多修正的地方 那当然不是我在当学生 这就知道的 这我当老师以后 念他们东西 才念出了一些心得 当学生的时候 根本就是老师教什么 我们在后面赶得要死 不太有时间去这个思考 那第二个部分 就是所谓的冲突理论 或者社会冲突理论部分 现在有些老师就不教了 因为觉得好像不太重要了 那中西部里面有一个 就Louis Koser Louis Koser是Merton的学生 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 他这个呢 其实如果严格来讲 他叫冲突功能论这样 如果能讲的话 因为大家觉得冲突论 好像跟功能论理论是两个 完全不搭的这个理论系统 其实不是这样 接下来另外一个人叫 Ralph Darendorf Darendorf虽然是德国人 但他后来在英国担任 伦敦正义学院的院长 所以他好像对英语世界的喜欢比较多一点 所以他严格来讲他不是美国人 所以讲他是美国 当代美国社会学理论 这个我就有一点心虚这样 但是他是冲突理论里面一定会教到的人 因为他有一本书讲得很重要 所以会特别提他是这样子的 那接下来第三个大派的理论 当然我除了Darendorf的冲突理论 我还会讲到一些别的 他后来在欧盟也拜年 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样 那社会交换理论第三派 就George C.Holmans跟Peter Blau Holmans我没见过 Peter Blau我在上过他的课 成绩不太好 有一次请他去推荐信这样 他说同学我不认识你 老师我修你的课 虽然我们修课在各大有两种 一种是旁听的课 算学分的旁听课 博士班他认为要广播的知识 所以老师可以规定 旁听的学校要做什么 或不做什么 所以我就选他课当旁听 他不用交报告的 也不用来上课的 虽然我也有大部分时间都有去 最后他还是把我写了推荐信 所以还蛮敢念他的 虽然上他课真的没有 好像自己不认真 也没学到什么东西这样 接下来一个另外一个人 也是这个叫做交换理论的 他这个就慢慢地 跟你们现在学到的社会网络的理论 是有关系的 这个人叫Richard M. Emerson 他的很多东西开始就跟数学有关系 开始要计算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然后就有那个图 有那些图出来了 那我只能讲一点 也到了后来的地方 我就没办法讲 我自己的理论能力有限 那接下来一派呢 其实这个时间长短上面 应该是早一点 叫做浮相互动论 就Symbolic Interactionism 这派是以中西部 芝加哥大学的人为主 重要人物有George Herbert Mead 在美国人的习惯里面 这三个名字都要拼出来的 没有写George H. Mead 没有这样 也没有G.H. Mead George Herbert Mead 三个字都要拼出来 就像美国社学家 叫做C. Wright Mills 没有人把那个C 把它拼出来 说Charles Wright Mills 没有 日本人有这样搞的 表示他很有学问 我们以前都不知道 C. Wright Mills C是 First Name是什么 那有人就不喜欢 自己的First Name 所以他会把Middle Name 拼出来 这是个人的习惯 我们就要尊重个人的习惯 这样 所以 这George Herbert Mead 一定要三个字拼出来 那Herbert Bloomer 这是另外一个人 然后其中还有另外一个小咖 这非常小咖 因为他发明一个二十道问题的 这种 这种测验自我的 所以他也要把它摆上 这个人叫Man for Home 他只搞了这件事情 没搞别的事情 所以在以前的教科书 都有讲到 特别是Jonathan Turner的教科书 当代理论教科书 那接下来是现象学派 那只有一个人 就是Alfred Schultz 我们上次讲过了 刚刚前面讲过 那接下来就是 是所谓的戏剧论的 Irvin Goffman Goffman其实不完全戏剧论 他的戏剧论是因为他那本 很有名的叫做 日常生活的自我表演 或自我呈现 看你怎么翻 Presentation这个字 他那个有关精神病院的书 Asylum 有关的Stigma的书都很重要 那不是一个表演而已 也不是一个戏剧而已 他后来的著作叫Frame Analysis 框架分析 甚至被英国的一些哲学界人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有启发性的这个理论这样 那在哲学对他的Frame Analysis 注意就非常少这样 那他用词用字有时候都会比较艰涩一点 所以这是Irvin Goffman 他的Irvin跟人家都不一样 一般的美国Irvin是I开头 I-R-V-I-N-G 他是E-R-V-I-N-G 那他的Goffman又跟德国人不一样 德国的Man通常都有两个N结尾 他有一个 所以我就看过有些人拼到他名字的时候 常常会拼错 要不然就拼错First Name 要不然就拼错Last Name这样 所以也是加拿大人的 或者Irvin Goffman自身的尴尬这样 名字跟别人太像了 又跟别人不一样 那接下来在Haira Garvin Co 这个神秘社会学界的神秘主义 神秘者这样 像影视一样 如果有任何人能找到他的照片 我也非常高兴这样 我在网络上也找不到他的照片 他在UCLA教书算是很大的学校 很多人看过他都没有照片 这件事情到今天为止 觉得奇怪到不行这样 好那这个接下来的新的人 我以前没有教过的 但我在念书过程 跟后来当老师过程都有注意到 我第一个就先摆Jeffrey Alexander 第一个摆他是因为 没什么特别的理由 因为他希望当时 在80年代9年代的时候 还希望能够复兴所谓的功能论 他就叫Neofunctionalism N.E.O. 后来有一本书 他自己写了一些文集 就叫Neofunctionalism 可是他做的东西真的是功能论吗 或者也满怀疑的 也没人跟从 这个就是一群人开了会 然后很高兴然后出了一本书 然后就没了 并没有人继续做 然后第二个要介绍的人 叫做Jonathan H. Turner 叫做Turner人非常多 这Jonathan H. Turner 就是我要讲他的原因是 因为他有一本书叫Face to Face Interaction 2002年出的 所以严格来讲我们这边叫20世纪 美国社会学理论是不太正确的 因为有讲到2002年 那他那本书是我个人有很大的兴趣 然后Turner呢 他以前我念当代理论的时候 用的是他写的教科书 我看了一下资料 我没有查最新的 在1997年左右 把这本教科书已经出了第六版 就有关当代理论 那他呢会把这些理论都整理成一些命题 就是把某些概念跟某些概念 之间的关系讲清楚 那这是比较符合 美国教科书里面所讲的 特别是研究法教科书里面讲的理论 理论就是要先由概念 概念呢然后运作 划成为可以在这场生活研究的变相 然后呢把这些变相之间的关系 组成命题 然后再用两三个命题 或几个命题再组成一套理论系统 这个教学法 这个社会研究法都是这样教你的 理论的书大部分 都没有讲理论什么意思 研究法也有讲 这是一件我到今天为止 觉得很奇妙的事情 那这个这样的理论呢 虽然都讲没什么人做 所以其实在这个1950年代 到后来1980年代 90年代 Joseph Holmes就说我们这行到底有没有理论呢 如果理论是刚刚讲的那种理论 我们这行其实没有理论 这行有的最多的就是分类学 行动分成哪几类 然后行动跟行动有什么关系没有人讲 那行动跟什么变相之间有什么关系没有人继续发挥 没有这样的东西 那这个Jonathan H. Turner呢 就要转变这样的情势 所以他做了这方面的努力 我并不表示说他做的一定对 但至少人家讲了半天呢 讲了几十年呢 终于有人做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事情 而且那本书也比较容易读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第三个人我们要讲的呢 就是Rendall Collins Rendall Collins呢 在他的Conflict Sociology我读完以后我中发现 这家伙有一个更大的想法 他也是相信 他要提倡一个叫做Explorative Science 一种不是Explanatory Science 一个解释性的 不是诠释是解释 一个解释性的科学 他认为社会学是一种科学 我们应该像这家伙都迈进 但是科学呢就要有这种命题 然后有一个有概念跟概念之间的关系 会组成一个命题 命题组成一个理论 他几乎把社会学界的所有的 那时候弄到的都讲成了命题 所以他的书非常的繁琐 我读完了我想要把它变成中文的这个讲义 看来你会头昏 如果你不是把他书全部看过的话 他的做法跟Johnson H. Turner的做法 基本上是一样 在这个理论建构的概念上面 那Jeffrey Alexander并没有这样 所以这堂课希望能够教这些人 让你知道美国社会学理论 他们有他们的这个研究理论的方法 因为现在美国国势强大 所以美国社会学某种程度就主导了世界社会学理论的走向 所以这是要学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的理由之一了 那当然也不是说美国社会学就是可以放出色埃皆准 放不放出色埃能不能准 这是其他国家人该尽的责任 因为美国人他不是别国人 他就做他能了解东西 那别的国家应该在 以他们的基础来考虑或者来反驳他们的这样的做法才对 你要指责美国人没有世界观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恰当的指责方法 尤其当代理论跟很多当代的政治形态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有很多文章都在谈这样的问题 全世界各地也一定会有这些问题的 我们在台湾就从去年三月学运 也看出这样的问题来 这些问题都平常都在的 有时候就借着一些大的事件才显现出来这样子 所以学社学理论不要忽略掉它的政治文化的脉络这样子 那当然第三个就是学社学理论 在我所受到的教育里面 社学理论的目的是用来应用的 不是理论本身的这种跟理论本身的关系 这跟可能欧洲的训练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们以前的训练老师都要我们用一个理论来解释一个社会现象 那我也相信这样的做法是比较合情合理的 所以我在后面的作业要求也会这样 所以学理论干什么 那学理论就是要拿来应用 那不能应用的理论 纯粹只知心上的追求 那在理论发展的前期是可以理解的 譬如说在我们的古典社会理论很多是这样 那当代社会理论呢 其实很多是应用的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就是不管你在社会学将来走到什么样的专门领域里面 譬如政治社会学 经济社会学 或者组织社会学 这些大的理论呢 其实都在这些专科社会学里面 都有现身出来 譬如说这个组织社会学 就是什么新制度理论旧制度理论 那他们讲到的很多 如果从人际互动的观点 大概都少不了所谓的符号互动论 或者现象学的社会学 如果你要从系统的观点来看 那大概就少不了Parsons的东西 或者现在后来的Lumann的东西 那你如果要从冲突的观点 你就少不了这个冲突理论的东西 你如果从这个交换的 或者从现在所谓的理性选择理论观点 那你大概交换理论 或理性选择理论 你大概都少跑不掉 所以学的这个社会学理论 可以理论上是可以 在你学任何分科的社会学的时候 有很大的方便 一个比较全面性的观点 这是学社会学理论的一个 跟其他理论之间的关系 然后在当今的社会科学里面 大概社会学理论 变成是我们这门学科的一个特色 我们这边学科的两个特色 一个就是理论很强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研究方法很强 别的学科很多是借我们的 和抄我们的 像市场调查 那很多从社会学来的 那社会学像那个Focus 焦点团体 那是Merton发明 那是1940几年才发明的 那你像这Conversation Analysis 各位念社会学院常常会 这个要做逐字稿 你逐字稿听到什么就写什么 你如果学了Conversation Analysis 一些方法 可能做的会更精确一点 更精细一点 会看到更多东西 那可是呢 比较不幸的是 在台湾或者中文世界的社会学 语言社会学一直不是很红 大概只有语言学的学者会写 那如果社会学者能够 在这方面多一点贡献 那也许可以帮上一点忙 那最后大家强调 因为这门课呢 要涵盖东西太多 那不是一个人可以完完全全 完完整整的了解 所以有地方我念得多一点 我的想法多一点 我就会讲多一点 有些地方呢 我自己也是只有皮毛的知识 那也只能这样 但是不管怎么讲 我都不是用二手书去入手的 我都是用我自己看完书的一些心得 当然不可能所有书都看完 所以这点是要特别强调 我希望学到这个社会学理论 当代社会学理论 或者这边的叫做二十世纪 美国社会学理论 对大家将来念社会学 有更大的帮助 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介绍一下 这门课可能的预定的进度 预定有时候会跟实际状况 不太一样 我们刚刚已经说过 要先提醒说这门课呢 所要讲的是以一个人 一个社会学家生平跟思想发展为主 不是以学派为主 当然他的一般认为 他学派中的重要思想 我们还是一定会讲的 第二个呢 是通常我会要求学生 当然这个在念的时候 不要注重读本 因为读本呢 都是经过这个选编的 这当然对于教学上跟阅读上 有它的方便性 但是对于你认识一个思想全貌跟求学 求学找资料要自己动手 我一直觉得 老师把这个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 学生连图书馆都不用再去 或者连电脑上去搜寻资料都不必的话 这有点可惜 如果念书只会搜寻Wikipedia 或只是搜寻那些第一页这样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 所以我从来不编读本 我的那个讲义呢 列出的文章也要各位同学去找 现在真的很方便 尤其当代理论 我觉得交代上 因为我比较其他理论有信心的地方 所以当代理论 尤其特别这个二十世纪美国社学 因为都是英文的 我的英文学得比较好 比我的其他外文好 古典理论还有很多是非英语的语言 你还得透过翻译 然后有的还翻成中文 虽然有很多译本 那只途征更多的困扰 不会让你有更好的理解 常常是很吊诡 是这样的事情 那这个二十世纪美国社学理论 有个好处 就至少它是英文 已经少了一层翻译的问题 那对我这种留学美国人来讲 是比较大的方便 如果当然同理可以有一个 二十世纪或二十世纪到二十世纪的 欧洲社会学理论 那如果不懂得其他欧洲的语言的话 你这也是靠着英文的介绍来教 那也是会隔了一层 有问题的时候有问题 没问题的时候 大家都过得很快乐 那第一周我们要会 接下来的一周 我们会介绍基本问题 每一个社会学或每一门课 我都有一个基本问题 像当时古典社会学里面也有 那有些基本问题是一样 有些基本问题是不一样 特别是在这些基本问题 我们特别比较 所谓的古典社会学理论 跟所谓的当代社会学理论 有哪些明显的差别 我们这门课虽然叫 二十世纪美国社会学理论 但可以笼统地成为 当代社会学理论的第一个部分 所以那个要有一个 基本问题的讨论这样子 那有一些你从 古典社会学理论的基本问题 就可以了解到 当代理论也有一些这样子的问题 那第三周跟第四周预期要教 Toker Parsons Toker Parsons呢有早期中期跟晚期的理论 然后他还有一些对于社会演化的看法 一般人批评结果功能论的几点 一个就是他们强调静态的 没有强调动态的 他们强调现状 没有强调历史 他们强调的是配合当时的意识形态 没有强调这个对于意识形态中间的问题的批判 那Parsons呢不是没有研究过西方历史 他有一本书叫Evolution of Societies 社会的演化 他有提出演化的这个历史社会学的看法 但大部分人都很忽略这个 受他影响的他的一个学生叫Smelser Smelser Neil J. Smelser 他后来在伯克莱教书 我1991年92年在那进修的时候见过他 他那时候当系主任 像Smelser其实早期也写过一本书 是讲英国十几世纪的棉花工业的问题 所以也是一个历史的研究 那说另外一个结构公众论者 我的老师Robert K. Merton 说Robert Merton结构公众论者 这个都是不太好的帽子 跟他的头的大小都不合的 但这样很可笑 Robert Merton的博士论文写的是 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那也是一个历史的题目 所以把这些人笼统的说 他们不注重历史啦 不注重什么 其实这是一个污蔑 这个很像现在政治人物常常被骂 或者是网络上骂人 不太需要证据 抓了一点就可以随便乱说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学术的风气这样 学术界也常见到 所以什么地方是学术 什么地方是政治 在当代的社学理论里面 有时候就更搞不清楚 所以我希望能够这个 大家能够好好的读一读Parsons 虽然他的语言真的是很拗口 就算你懂英文 他那个英文都是 都不是英文这样 连美国人读的都有困难 我曾经问过 所以我们这些作为一个外国学生 要去读他的东西也是一样 但是可以抓到他的要点 有一种读书的方法 顺便可以说一下 我读Parsons呢 就从他的最后的理论的建构去看 他的最后的系统叫做 Paradigm of Human Condition Paradigm这个字呢 我已经上次在古典社学理论的时候 基本问题的地方已经讲过 这不都说了 他就用这个叫做 人类处境的一个paradigm 也是一个四个东西 你看这篇文章呢 就是他的最后的想法 最后的想法呢 你看他的注解 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他都会告诉你说 有关这个问题 我在前面哪篇文章已经写过 然后呢 你就会从这篇文章 追到前面那篇文章 你从这里时间点 追到前面一个时间点 然后呢你在看前面那篇文章的时候 他会说 这个问题我在前面哪篇文章也说过 然后你再追到那些文章 他写那么多文章 他会不断地争引的那部分 那些文章都是重要的文章 我记得有一篇文章 追到后来 他都说这个问题后来会讨论 后面的文章说我前面说过了 前面文章说我后面会讨论 那不就是lost in translation 或lost in time 所以这也是一个理论的技巧 虽然他当然也不知道 后来会不写 这个事情不要讲他们大理论家 我有时候以前也年轻的时候 觉得日子很长吗 觉得自己将来有一天会研究什么吗 就在小柱角说 这个东西我希望将来能够研究 后来也没有研究 因为兴起转变了 因为其他的原因 所以这个也不能够 把它当成是指责别人的 这学界有时候就是这样 一个人能够一生 在一个阻力上一直这样砖研 然后都不走到岔路上去 这不太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是用这种方法 就是追溯法 你从他的最后的文章 然后从他的参考数目去增引 他自己的东西去回溯 这是一种我建议大家可以考虑方法 第二个呢就看图片 图表 那生学理论呢 他常常要展现他的想法 就会有图表 图表通常都是他内容的精华 那你如果能够从后面的图表 一直往前追溯 那也是一个了解 这本书的重要方法 那外国书通常在目录的地方 中国书也会有 会有一个图表目录 你先看了标题 那图表怎么发展的 从最后一本书 可以回溯到前面 那你可以这样对比一下 这图表在前后 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别 这也是一种研究方法 特别在理论上面 可以看到它的演变 我们研究理论跟人家研究历史系的研究思想史是一样 重视的是那个演变的过程 那个延续或有变革 你要去注意它 而不是假定一个人的一生思想都一样 各位还年轻 你可能认为一生思想会一样 你活到相当的年纪 我以前老师常常这样讲 我现在开始这样讲 你活到够老的时候 你发现那种变化真的是非常有趣的 有时候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改变了 你也很难找到一个具体原因 那我在下面会分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叫做基本读物 在讲义里面 一个部分叫做延伸阅读 那我这个讲义因为是历年来编转的 所以早期编的时候 我都会把延伸阅读 编得非常的仔细 基本读物呢 并不是要完整的列出它所有的东西 基本读物只是我们在这堂课上 你可能可以做得到的 读过的东西 那你做得到做不到 我实在也不知道 但是大部分我都做到 所以这个基本读物 其实某种程度来讲 是我读过的 有心得的 可以在这堂课告诉你的东西 不表示他们的重要东西 都只有这些而已 这要提一下 那因为像参考书目这样的东西 你把他的资料全部列得完整了 这个当然具有这个资料完整的方便性 跟这个表示你很认真 但是就有不可行性 做不到的 那么多书怎么念得完呢 我们自己念博士过程 除非你专门写一个人 你才可能把他书念完 我自己教社学理论这么多年 二十几年 包括从大学就有兴趣 这些书都是花了二十几年 才差不多快念完的 而且这个我是立志 从以前就不读二手书 除了大学部时代 我以后就不读二手书 你读二手资料 很容易满足于他帮你整理好的东西 你读原点 那真的是每一个人就是一个保障 那真的是要读完 很困难的 很困难的 除非真的得花多少时间 所以我也不敢宣称我都读完了 像这个第一本 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那个书有多厚 中文本 中译本也有 你看了那都吓死人的 那个书我大概读了头跟读了尾 中间我就全部跳过 那因为他的一些 这叫做voluntaristic theory of action 叫做行动的志愿理论 在前面有讲得很清楚 那中间就是介绍 几个欧洲的社会学家 其中有一个是 我们后来都不讲的人 是一个经济学家 叫Alfred Marshall 那其中他讲到Paretto 讲到Tourgan 讲到韦伯 特别韦伯讲了很多 那基本上就是把韦伯的东西 做一个整理 在那个时代 没有这种初级教育书 那他的书就扮演了 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那也就是大概从他开始 他没有讲马克思 大概从他开始 社会理论要教什么人 也就变成了一个 学术传统的根源 后来不管是 哈勃马斯写 沟通行动理论 或者是Alexander 写这个社会学的理论逻辑 都跟他的这种写作格式 非常的相近 所以只是有人加上了马克思 有人没有 Parsons没有 那据说Parsons有一张 没有出版的是讲Zmail 那这个我一直很 我在有一个人的文章的一个角度里面看到 Parsons的手稿 后来都捐给了哈佛大学的图书馆 叫Witner 或者有人可能念Witner 那个外国图书馆都有这个人家的手稿 尤其以前不是用电脑存档的 都有手稿 听说他的手稿里面就有Zmail这一张 我一直没有机会到哈佛大学去证实这个事情 现在其实这个事情应该是非常简单 你写个信给哈佛大学管这个档案室的人 就问他 大家就知道 可能搞不好都有 都有这个PDF档可以下载或购买 因为有些人不出版 有他的原因可能觉得不好 或者怎么样 有些顾忌这样 所以这本书缺的就是那一篇 讲这个Zmail的东西 那美国的很多重要的教授在死后 书捐给图书馆 文稿都捐给图书馆 图书馆可以做一些整理 那美国本身在国内没有经过什么大的战乱 所以图书的资料保存得非常的完整 我以前念书的时候 他们研究社会科学史 可以完整的建构一个教授 跟另外一个教授的通信 这封信写给他 他写回来 他给他都是在纸本上面 现在当然透过电脑技术就更容易了 尤其是这种Email的通信 那以前是靠这种手写的方式 所以他这个社会行动的结构这本书 看个头看个尾可以抓到他早期的一些想法 接下来Partner有一套概念叫Pattern Variables 我把它翻成模式变相 这个东西呢他后来有改变 原来他发明了五对 五对这种好像你在做行动的时候必须选择的五个考虑的向度 他每一个都给他取了个名 到后来他发现这五对不太适合就变成四对 所以很多人的书都不告诉你说这个是有演变的 从五对变成四对 那哪一对删掉 哪一对的名字又经过改变了 大家都不讲 就好像讲的一步从来就是四对 那有的人就一开始说他从来就是五对 没有从来就是 是有转变的这样 那这Pattern Variables后来也有人 在研究人跟人类行为的选择的时候 会有哪些考量的时候也有运行到这样的类似的想法 所以我们就选了他这篇60年代的文章 67年重写的叫做 67年登在他的文集里面 叫Pattern Variables Revisited 美国人很喜欢写Revisited 重新再访或者重访 什么样怎么样的东西这样 那另外呢 他的那个所谓的Four Function Paradigm 四功能的这个典范 还有他的那个系统理论 他有一本书叫社会系统理论 这本书目前没有中文版 就像鲁曼的书 社会系统没有中文版一样 那个有英文版你基本上也看不太懂 这样都可以翻出来 但什么意思都不太懂 社会系统理论也是一样 我有一年看我的学生后来在教书 在念社会系统 Pattern是那本 我说你看得懂啊 他就很认真在看 但也看不太懂这样 所以那本书我是从 我只看了头就没有再看下去 因为实在是非常痛苦 那你要了解他系统怎么办 很简单 你看这本书的后面 第一页到第三十二页 因为他有图讲得非常的清楚 而且他用这个 他的系统来研究美国大学 这他跟另外一个人叫 Jerard M. Platt 那这本书叫 1973年叫 American University 在197年代 美国社会学家 很多人在研究美国的大学 然后希望对 对当时美国大学 能够提供一些改革的方案 那不是只是为了 纯粹做研究而已 他们对他们的 高等教育的改革 有些想法 我们的高等教育 我们的任何教育改革 都是喊了半天 然后就做了 或者就不做了 很少看到有人认真的去做研究 然后把研究的成果提出来 然后再根据研究成果来讲话 我们台湾都不是根据研究成果讲话 我们都根据我们的想法讲话 自己随便想什么就讲什么 观越大 学问越大 影响的东西范围更越大 这是不好的 不好的习惯 所以像这个就找到这篇文章 你看完了就可以抓到那个钥匙 尤其也可以学到 如何把它的概念应用到 实际对美国大学的研究 所以这是一鱼两吃 然后接下来说说 structure and symbolic media of interchange Paris后来呢 就是系统跟系统之间交换 必须有一个交换的媒介 就是media 然后这个媒介呢 其实跟一般人的生命经验 是很相近的 经济系统出来 一定靠钱 money 政治系统出来靠什么 权利 社会系统靠的是信任 然后这个 什么人格系统出来是靠什么 第四个我忘掉 那这个东西呢 他就给他一个很 熬牙的概念叫 symbolic 你看我还得再看一遍 symbolic media of interchange 这概念呢 后来又被鲁曼用过去了 所以各位有兴趣的 你可以看一下 我那个爱情与社学理论 鲁曼那一张 那他又翻得很长 鲁曼用的几乎是一样的字眼 他说概化的媒介的 什么什么交换的媒介 可是鲁曼说我用法跟 Parsons不太一样 可是他举的例子 情感 有多了情感 然后爱情 有金钱 有权利 有信任 有爱情 那那个跟Parsons讲的差不多 所以我读鲁曼的时候 就有很多这种 Parsons的痛苦的回忆 就梦言就起来了 这样 所以这个部分呢 他讲的东西就在这里 这是Parsons讲的 这是他的重要概念 我们在这里 抓到最原始的文章 抓到比较容易清楚 认识他的文章 然后让你知道 他的问题出在哪里 为什么他这样讲 如果我们来建构 我们的理论 我们该怎么讲 会讲得更清楚 批评他 什么东西讲不清楚 这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学到的是 我们怎么样能够超胜他 超过他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 Evolutional Society 我们上讲过 其实他那个 对于西方历史的一些 阶段性的一些 指标性的一些看法 是蛮有启发性的 他不是研究那种 琐碎的具体的历史 他把西方的历史做了一些 抽象性的一个表述 蛮有意思的 我个人觉得 那这本书有综艺本 很早以前 看能不能在图馆找得到 1991年 可能在各位的前世吧 有些人 那帕尼斯最后的这个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篇文章 A Paradigm of Human Condition 从这篇文章里可以回溯 这是他最后的理论 在一些二手书里面 完完全全没有讲到这篇文章 没讲到这篇文章 所代表的意义 那延伸阅读 是我很早写的一篇 各位可以不要念 坦白跟你讲 你可以不要念 因为这是我早先 都讲意有这个 早先找不到别的东西 尤其有一段话 我这边讲说 210页那段话 不是我写的 因为有一次有个学生 跑来问我说 老师你这段话什么意思 我说我也不知道 老师你写的耶 你会不知道 我印象中我没写到这段话 这编辑怎么样写上去的 那也没有经过我的认可 所以我还是要提醒一下 那这个有一些二手书 中文的 你能不看 我建议你不要看 因为他也没解释什么 他真的 你不相信你去看一下 那这个 也许最后一本 Wuta Gerhard 因为那是2002年书 我这我还没看 我不知道怎么样 有综艺本 所以各位当研究生 就不要从二手书念起 我觉得没有太大帮助 好接下来第二 这个人叫Robert K. Merton Merton的儿子叫Robert C. Merton 他名字不一样 德国诺贝尔经济学奖 那这个Robert K. Merton 也被认为是结构功能论者 然后他们两个 有人认为是师生 其实这是不太正确的 因为Merton去念书的时候 哈勒马是助教 然后Merton是研究生 所以那个关系并不是一个师生的关系 只是他们有一个读书会 有一个生理学的老师 叫Henderson的人 组成了一个Paretto读书会 那个Holmerts也在那里 所以他们那群念哈佛的人 跟哈佛的年轻的老师在那里 这是哈佛美好的岁月这样 所以那个Merton比较有名的地方是他谈那个功能 各位念社会学入门的地方都会在什么显性功能 隐性功能 正功能 反功能 这就是Merton讲出来的东西 他讲的东西都很清楚 那他因为非常的博学 我们到老的时候 他的我们的上课地点就在他研究室的隔壁的隔壁这样 所以他常常讲一句话 说等一下 就到他研究室找了一本书回来 说我在1934年 哪一篇文章的一个角著 我就提过这个问题这样 所以他那时候已经有一点八经深圳了这样 那他出道很早 1936年他就出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 叫做An Anticipated Consequence 没有预期的 就万万没想到啦 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 就社会行动的万万没想到这样 这个后来他上课很喜欢用缩写 所以这个叫UCSA这样 就是The 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 of Social Action 这种万万没想到的情况 是在人类社会里面经常有的经验 他只是把这经验讲出来 然后呢他去分析为什么会有这个原因 他这篇文章那时候他是研究生 就写了一篇这样的文章 非常帮助我们日常 对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帮助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其中我记得就是说知识不够 所以才不知道会发生这些事情 还有就是你好像太着迷了某些事情 你就忘掉了别的出路这样 所以现在这个对我日常生活帮助很大 常常有些人尤其学生 会认为自己的出路是非常窄的 认为老师我如果不怎么样 然后就我的人生就完蛋了 我常常跟你讲说这个人生出路 有的是你我现在都想不到的 是真的想不到的 人生出路是非常奇特的 那爱情我叫爱情那这故事就更多了 有人追求爱情一路追求最后 找到爱情不是他追求那个方向 那这故事实在多到电影也有眼 我这个碰到的人也有这样的故事 第二个部分呢是他从社会结构来分析 这anome 土耳干的这个anome这个概念 他如何把它用在美国的环境 然后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 加加减减那个表 那个表呢在教会社里面都有 很不当的那个表呢 就变成叫做社会偏差行为的分类表 那不是的那叫人格适应的表 因为那里面第一个叫顺从conformity 就表示对社会价值跟制度的方法 你都文化价值跟社会制度的方法 你都采取社会接受的方法 所以两个加 所以那不是偏差行为 那完全不偏差的 那就社会好宝宝 遵从社会的一些希望 所以常常有些人 这个题目呢也曾经成为留学考试的题目 然后那年我去改这样 我就很尴尬这样 因为出题不是我出的 但是叫我去改一次 然后大家都会写 都觉得这就是偏差行为的五种模式这样 这完全不是偏差行为啊 只有一个同学写说 这不是偏差行为 那我就不知道他怎么去认知这个东西 我那时候给那个同学在那题很高分这样 后来我碰到一个 就碰到那初题老师 我那时候很年轻 我就不知天高地高地跟那初题老师说 某某老师 你出过的那一题是错的 那不是偏差行为的五种模式 那是人格适应的五种模式 不是偏差行为 我说第一项就不是偏差行为 那个老师也很客气 说哦谢谢你告诉我 就这样 他后来也有请我吃饭 但不是因为这件事情 所以这是结构 社会结构与这个anomy这样 这篇文章写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这是在1938年写的 1968年重印 1968年那本书是他的文章的精华这样 偏偏都很精彩 然后接下来他又有一个continuity续篇 这个in the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natomy 我觉得因为这篇文章在一般社会学都有 你可以看一下原来在建构这概念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 然后怎么样他去补充他前面没有讲完整的地方 那这些文章呢 那接下来是manifest and latent function 所以显性功能跟隐性功能 那这些文章都有中意本 妙的在这里 这篇文章其实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我后来发现了 大部分人学生说 对啊就是显性功能隐性功能 那显性功能什么意思 隐性功能什么意思 什么标准 我才发现呢 这其实有一个两个标准 两个项度 这两个项度配合的话 那就有四个可能性 这里面没有讲出来 那四个可能性可以把这篇文章跟那个万万没想到 社会学行动中的万万没想到 是可以搭起来的 这个我到时候会交给你 怎么样弄一个四个表可以把这个 所以这也是一种分类学 非之物胜高论 可是我在他当他学生的时候 并没告诉他说老师我可以把你的作品重新整合这样 不然的话他应该会很高兴 我可以当他的学生在五十年后 整合了他五十年前的东西这样 那接下来这篇文章那是1948年他写的 现在变成美国英国的英文智慧中间 叫self-fulfilling prophecy 这篇文章写作之前美国人没有这个字 然后后来变成日常生活字 美国的社会学家对于社会学 对于美国人的最大贡献有两个字 至少在字之前 一个字就是这个self-fulfilling prophecy 美国人现在都在用 当时另外一个叫做zero growth 人口的零成长 那是Houser所发明的 因为有一年Houser来演讲 Smartin还是谁做主持 就说我跟他有个共同点 我们两个都发明了一个字 后来变成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字 智慧 然后就这两个字 所以我才知道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我们以前翻译自我应验的预言 那也有人翻译自圆其说的预言 但是自圆其说很容易跟中文的自圆其说 好像在撒谎 这个意义就不太一样 所以也有人说自正式的预言 有很多不同的翻译 那这篇文章也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篇文章在写作的时候 并不是在学术文章里面 这是一种那种文化性的刊物 或思想性的刊物 并不是学术文章 接下来是他的 Wilk Merton 如果你看一些简单的二手教科书 都介绍它是所谓中距离理论 或中程理论 middle range middle range讲中程是因为跟飞弹有关系 长程飞弹中程飞弹 这个middle range是这样子的 有这样子的语言 就像社会学在讲家庭社会学的时候 讲到核心家庭 那核心家庭是我们翻成核心的 那原来就是核子的意思 核子在这个概念发明的时候 就是最小的单位 所以才叫nuclear family 就像原子笔在中文 为什么叫原子笔 因为原子是最科学的东西 所以那时候那个笔来了 觉得它很流行又很方便 如果现在大概就叫方便笔 就像大陆叫方便面一样 那时候不知道叫什么 就要赋予它一个科学概念 就叫它原子笔这样 所以是这样的来的 原子笔大概是在我小学几年 那时候才发明的 我们那之前都用钢笔 原子笔会有钢珠笔 然后你们现在还有中性笔 油性笔 那已经到了我们都很难去 我每次都买笔啊 那先生你要什么笔 我每次在文具堂那边一堆笔 我都看得那样不知道什么意思 虽然都彩色的很 那另外一个叫 Sociological Ambivalence 这篇文章我一直很强调 我很喜欢这篇文章 因为呢他说佛洛伊德讲了一个 心理上 Psychological Ambivalence 仍有那种爱恨交织的情节 那他的Sociological Ambivalence 是在一个纪念他的老师系主任 Sorokin的纪念文集里面写的 他就讲到这种 师生间的紧张关系 我们中文世界其实有这个 像武侠片里面常常会讲 有人要欺师灭祖 可欺师灭祖在中文中华文化里面 都认为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你学了什么东西还欺师灭祖 这不好的事情 可是呢他在这个Sociological Ambivalence 就说这就是一个角色之间 跟地位之间的一个尴尬 你当学生的什么都听老师的 那你当学生一辈子没出息 你不能超越老师 可是你一定要超越老师的 老师的心理又会 如果没有准备好 他心里会受伤的 觉得哎呀你真是比我好命啊 你有一个好老师啊 我没有啊 那老师哪有 你比我才好命 你有一个好学生 可是你没有 不是我没有 各位知道吗 这个笑话要脑筋转一下 这是从那个爸爸 那个父爸爸 跟富二代说 哎呀你真是好命啊 你有一个富爸爸 这样我就没有 这样 所以这是富爸爸 跟富二代讲的话 富二代就没办法说什么了这样 富二代反正有个好爸爸 你有个花钱的儿子 这是你比较幸运的 像我就没有 他可能被抓去关了 好了这个笑话讲太多了 所以这个他就讲到这种 师生之间的一个角色紧张 或角色冲突的关系 在中华文化里面 尤其武侠小说里面 讲这讲最多 就是老师要把学生干 学生要把老师干掉 然后最后老师傅留了一手 至少在最后的时候 还可以把那个人打的那样子 伤他个七分功力这样 我觉得这是中华文化 不会进步的地方 当老师本来就是要让学生超越 如果学生不能超越老师 人类就不可能有进步 可是当老师都没了解这一点的时候 那就很糟糕了 所以这部分让我感触非常非常地深 好 那也有一本文 中文书是大陆出版的 就一个邻居任先生写的 邻居任讲Merton 我想起来 我在念书的时候 Merton问过我 我说你认不认识一个大陆 一个Chinese叫做Lin这样 我想他一定不知道Lin 是一个多么普遍的 这种last name这样 我说不认识 在美国也没见过他 但他当时显然有跟Merton写过信 所以后来他写的这本书 我想起来说 原来这个Lin就是他 我到现在也没见过他 所以很难得有这样的书这样 好那接下来讲Coser Coser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 他就是冲突理论 其实是冲突功能论 那这本书是五六年的 他的博士论文改写了 根据了念Zmail的一些文章 讲冲突文章 归纳出19个还多少个命题 写完这以后就是散文 就是讲到continuity续篇 续篇就是接下来 这都很好念 他的文章完全不复杂 你都清清楚地看到他想要表达什么 他的证据是什么 这就是最好的典范 一个理论要讲得多清楚 你要赞成你要反对都容易 这是Coser 所以Coser的东西并不多 这跟我们相关的 Coser后来研究很多奇怪的东西 他研究了学术界的人 他研究了这种人跟人之间的忠诚 叫undivided commitment 还什么的 他的太太好像也是社会学家 Coser也曾经写过一篇短文 1959年 讲到爱情在理论上的重要性 所以也算是爱情社会学的先锋 这样 他也写了1972年 写了那个社会理论的基本教科书 叫社会学的主要思潮 他之前跟另外朋友编了当时的一个社会学理论的一个读本 所以Coser一直是蛮 我觉得在美国社会学界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The Pleasure of Sociology 一个就是社会学的乐趣 他把一些文章很有趣的文章选在一块 就像最近台湾也有人出这种人间社会学 希望把这文章 可是人间社会学好像是特别撰写的 他是特别找了一些社会学家 平常写的有趣的文章摆在一块的 Pleasure of Sociology 我们家念社会学要有乐趣 我们现在念社会学要不然就没有乐趣 要不然就是满肚子的 这个不合时宜 这都是很奇怪的事情 应该有点乐趣才可以 那接下来是Darandolph 刚刚讲过Darandolph 大概理论上不算是美国人了 但是美国学界讲他讲的很多 他这个批评结果论论的最有名的文章 叫做Out of Utopia 逃出乌托邦 这篇文章其实有一个短文的 收在一个选集里面 在以前台湾出版的 我现在在将来的讲义里面会发给你 这边没有写到 那这个Darandolph呢 他的最有名的书就是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階级 階级冲突 这本书也很奇怪的没有中意本 这本书相对人也蛮好念的 这替他提出他的冲突理论 他也有一些命题 可是之后呢他就没有再多谈什么了 那他后来因为从政 现在在那个伦敦学院当院长以后 又从政在欧盟担任了一个职位 后来就没有再出版什么东西了 Darandolph 所以你看到的二首书 大概就是讲他早期的东西 基本上当时台湾很希望能够找一群学者 来写一些西方思想家的传记 但是台湾的人太少 那些学者很多都是半路出家的 很多就把书看一看 然后就稍微变成摘要的写作方式 所以这些书你有机会去看的话 真的你会发现不怎么样的 人太少 花的时间太短 要写出这本来真的是很容易 国外人多 像中国大陆人就很多 他就要找一个人写 都会比在台湾找一个人写好 那台湾就是要走这种精品路线 你真的要在某一个问题研究透彻 你才会得到人家的幸福 本来的话这文章多年后看 就觉得没有价值 有时候蛮可惜的 那接下来是进入所谓的交换理论 那George C. Holmans 这C一定要写的 the middle name 他的Social Behaviour as Exchange 是一个宣言式的文章 他真正的那个理论的完整度 在这1974年的Social Behaviour It's Elementary Form的修订版 那中间这篇文章呢 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台湾 叫Bring Men Back In 批评结果功能论呢 都不谈论人 人就在整个面不见 那后来呢 这种title就变成了 所有人喜欢模仿的title 你要这个女性主义 叫Bring Women Back In 你要研究动物社会学 Bring Animals Back In 你要研究国家社会学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我看过很多Bring 什么什么Back In 始作俑者就是他 他也曾经有一篇文章 我这里没有选 就是说 什么是社会学理论 他说社会学理论 如果要符合 我们刚刚开始讲的标准 那么社会学界 基本上没有社会学理论 这是他在1960年代 左右写的文章 后来80年代90年代 他年纪很大 又写了一篇文章 也说 我当时就说 没有什么社会学理论 但现在还是没有社会学理论 我想这个老先生 大概也是满肚子不合时宜 这样子 那接下来是Peter Blau跟Emerson Emerson的东西 我读的很少 那只有那三篇文章 所以我就在这边列出来 那Peter Blau的书 很不容易念 因为它呢 是那种枯燥性的推理 没有任何的具体的视力 所以他这个1964年的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 然后这个非常有趣的是 这个中译本呢 经过了不同人 然后在不同的出版 就要转来转去 这样子 有不同的翻译这样 你看现在大概一二三篇 大概都是同一个译者 有修订译版 然后四跟五呢 这两个是中国大陆的译本 译者是不一样的 这本书不太容易念 我得跟各位坦白的说 他有一些图表是真的 那这个Richard M. Emerson的 这个文章 有一些有图表 有一些就开始有公式了这样 这是讲到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 那通常我们在讲交换的时候 都很多人说 那跟经济学有什么差别 那这些交换理论都告诉 我们讲的是社会交换理论 强调的是 除了物品的交换之外 我们还有一些社会的交换 所以社会交换就包括 你对我有情 我对你有意 就社会交换理论 有这种互惠的规范 那写这篇文章是 Arvin W. Goodner 他也是批评 结果论论很厉害的一个人 那这个也是讲到这种交换的时候 有一些 一般经济学交换都可以换成一些数值 每个东西都可以数值可以比较 那社会交换呢 就常常没有可以比较 你欠我 我欠你 欠来欠去 讲不清楚的 那在黑道电影 或者武侠片电影里面 这种或者兄弟情依电影里面 都会有说 我欠你一条命 以后还给你 这样 那个命要怎么去算呢 接下来呢 是这个George Herbert Mead 这是所谓的浮相互动论 跟Herbert Bloomer 跟Manford Kuhn 因为这些人的理论呢 都只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所以可以在差不多三个小时之内讲完 如果我们不进入很复杂的话 所以他们都是用概念来影响后来的研究 那George 我们要先提到的是 从Principle of Psychology William James 在1890年的这个经典的教科书里面 他那里面讲的呢 就是什么叫做social self 社会自我是什么东西 他就提出了四个社会自我的东西 那奠定了社会学研究自我 这跟心理学 或跟这个现在有一些资商理论 有人讲ego self 有人又叫什么 弗洛伊德的东西又不太一样 我最近看到有人翻成本我 翻成自我自体还有自性 这个对于ego和self有这种不同的方法 我们社会学没那么复杂 我们就讲我们通常都讲self 不讲ego 然后我们的self就是自我 那有一篇文章很重要 就是他的第二篇文章 1925年原来的 后来在64年出版 叫The Genesis of the Self and Social Control 自我的发生跟社会控制 就讲到自我是靠社会互动发生 其实这个话呢 是根据黑格尔的话来的 所以社会学理论里面就发展出 一般社会学教会都会有 叫做静忠自我 或翻成静我 looking glass self 或者这个social self 自我形成的三个阶段 你大家都要背这样的东西 那George Herbert Mead的生平写的文章 非常少 后来把他的文章讲义 凑成一本书 叫Mind, Self and Society 然后给了一个很不恰当的副标题 叫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social behaviorist 当时心理学流行行为主义者 说人跟机器一样 什么刺激什么反应 那加上社会 就是说那有社会的刺激 它有一些社会的反应 那其实George Herbert Mead好像并没有这样子的想法 那这本书也有综艺本 台海两岸都有综艺本 那Harvard Blumen最有名的文章 是那个叫Society as Symbolic Interaction 所以他是从围观的立场来研究社会 这跟前面的 除非是这个社会交换理论 不然的话跟这个结构论论是很不一样 那他还有提到社会浮相糊弄论的方法学的立场的问题 这样 还有就是那个Manful Kuhn 跟他的朋友合写的一篇 那二十个问题的那篇文章 接下来一个礼拜要教现象学的社会学 那代表人物就是Alfred Schultz 也不讲代表人物 可能是唯一人物这样 那Alfred Schultz的书刚好都有综艺本 我们这边要指定的 除了他早期的博士论文 他的博士论文其实你不要自自继续去看 是很简单的博士论文 他提出了一些概念 那你要自自继续去看 那就会碰到很大的困扰这样 那这个海峡爱豆译本 台湾的译本是根据英文译本来的 书名就是 那那个大陆的译本至少根据的是 他原来的这个 德文的原来的译本 那个书名 所以叫社会世界的意义建构 那这个Schultz呢 也曾经写了一个书评 Parsons的书评 这边 这篇文章你如果能找到来看 蛮有意思的 他们同样的 Parsons那时候也是所谓的 微观的立场来研究 当代社会学理论 那Schultz怎么去批评他 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文章 那另外呢 他的这个所谓的 现象学社会学 怎么去看 这个所谓的reality的问题 他认为有multiple realities 有多重的现实 在我们生活中 多重现实是交织在一起的 这是非常有趣的概念 另外一个呢 是讲到common sense 跟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 of human action 这个翻译应该是说 因为这里有两个中文翻译 一个中文翻译是 常识 你看第六个 我这边写六 因为这应该是一二三了 这边写错了 常识及对人类社会行动解释 其实这个应该英文 of human action 是包含了common sense interpretation of human action 跟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 of human action 应该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前面两个译本是对的 那后面这译本呢 有点有点鸡婆 就把它翻成这样 就翻错了这样 你看内容你也知道这样 所以这是 Alfred Schultz在提到 我们在对科学理论解释 人类行动解释的时候 日常生活的解释 跟科学解释是什么样的不同 这篇文章也比较容易懂这样 接下来两个礼拜呢 我们要教Goffman Goffman要教两个礼拜 是因为Goffman 我花很多时间 我曾经开过 专题研究的课 所以要 要来讲它 讲的会多一点 一般都是念那篇文章嘛 但是它有一篇短文叫做 on face work 这face work不能够解释成 这个面子功夫 因为中文的face在英文不太对等 所以这个本土心理学 很多人一开始的时候 对于中国人讲面子 面子游戏非常有兴趣 也有一些早期的华裔学者 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但是研究后来就卡在那了 就是中国人强调面子 强调关系 这是变成一个common sense 这样 但这个 Ivan Goffman的face work 意义比较更广 就是包括了你表 在不同的场合要怎么弄你的表情 因为Ivan Goffman 曾经在赌场当任过发牌员 那个21点的那个发牌员 所以他对这个赌博的事情 听说有很多的研究这样 face work还包含你在玩说哈的时候 脸上的表情这样 你玩21点的时候 你到底什么牌 或玩什么说哈的时候 你那个怎么样让人家 不能判断你的表情这样 所以他这个face work 有比较多这样的意思 那他基本上是从土耳干的这种 强调仪式的立场来 这样 那自常生活自我表演 或者自我呈现 就有到目前为止有四个译本 其实那本书是在美国的通俗畅销书 学术界的通俗畅销书 有一个大陆的学生看完了说 为什么要讲那么复杂的话呢 他的意思就这样而已啊 好像对这本书很大不满 很多人念这本书 觉得是对他的社会学的启蒙这样 觉得发现社会学可以那么有趣这样 所以不同的人读出不同的味道来 那这个asylum这本书是精神病院 这本书现在有综艺本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本书 stigma也是 那他最后的那个 美国社会学会理事长卸任演说词 interaction order 也是个很重要的文章 那真的不是太好懂 然后接下来就是Harold Garfinkel 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书的 那他几篇文章呢 有的登在 有的是杂志 像第一篇文章很有意思啊 第一篇文章是1956年 它叫Conditions for Successful Degradation Ceremony 这文章的标题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 successful是成功的 degradation是降触 就一个人从高位置掉到低的位置来 那意思是说你怎么安慰那个失败的人 你怎么安慰一个从很高的位置降到低的人 这样 这个 Irving Goldman曾经有一篇文章也是 你怎么安慰安抚那个赌场赌输的人 on cooling the mark out 就是这样的文章 然后他那个因为是一个礼语这样 你如何让赌博失败的人不会去自杀 还会来赌场 那跟这个你如何安慰一个人 这个被降职了 这个有没有什么手段 有没有什么仪式 这边也是用ceremony 我看到 我知道这篇文章是因为我读了另外一篇文章 另外一篇文章说如何 意思就是如果让一个抄袭人家文章的人 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家 然后你怎么跟他划清界限这个过程 有一个英国的有名的心理学家 叫Cereal Bird Cereal Bird呢 他是英国的很著名的一个心理学家 有一天被人家发现他的实验资料全部 是造假的 那这事情一发生以后 我看了这篇文章就研究这件事情 发现这件事情一发生 刚开始大家都说乱讲了 哪有这种事情 就会出现第一波是这样的反应 然后第二波说我们就静待调查 请大家不要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第三波发现是的时候 就会说这个人本来就怎么样 你发现这是有一个模式的 把一个人一个很尊敬的人 发现了他的糗事以后 你就发现有这样的模式 我觉得你也可以研究这个 台湾的政坛上面 哪些人被发现贪污以后 你看看那个政党是怎么说话 这样 很多人说我们相信他是清白 然后接下来说 接下来会说 如果他有被判刑 我们就会开除他党籍这样 就慢慢慢慢的说辞 都会根据案情的发展 会有变化 那这个呢就类似这样的文章 非常有些用词 也不是很容易了解 非常有趣的 另外他也是提到科学 跟常识的解释的问题 那这跟Schutz那篇文章 是有关联性的 有引到Schutz那篇文章 然后接下来讲到 Common Sense对于社会结构的 这个知识是怎么建构的 就讲到所谓的Documentary Method of Interpretation In Lay and Professional Fact Founding 所以专业的跟一般人 在建构事实的时候 是用什么方法来建构事实的 台湾在过年前不是发生了 高雄发生了这个有监狱的囚犯要逃狱的事件 那后来六个逃犯就都自杀了 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结局 那当然法务部有调查结果 一周刊也有他们的内幕 对不对 然后就出现了完全不同的说法 像这个就是Fact Finding 这件事情如果来研究的话 官方是怎么说法 事情发生的过程 你现在都有那个录影带可以去对比 你可以对比出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慢慢知道这些事实 然后最后事实又怎么样被综合成一个故事 然后这个网上报的时候 这故事又怎么样 然后又有怎么样的这个乡野传说 这个都是可以用这种方式可以研究出来的 怎么样这个社会事实 多重社会事实的建构 这Garrenko的文章都不算太长 那第四篇文章是讲一个变性人的 变性的过程 跟他们访谈他的那个 那这篇文章非常有名 然后有趣的是这篇文章只出了Part 1 没有了 到现在为止你都找不到Part 2 这篇文章有趣到这里 非常到现在为止 也是性别研究里面很重要 然后他有一篇文章讲 As a Methodology Program 这是他在后来 大家对他的东西很有趣 很有兴趣 希望他多讲一点 那这个人也是神话一哥 神话也都不太讲不太写 能够在ECA混那么久 这也是不容易的 根本就是一个当代传奇人物这样 好那这个我多写了一个 Harvey Sacks的这本书 这个文章 这篇文章是我在这个 《幽默社会学》里面 讲到性别那张的时候 也介绍到的 如何用绘团 绘画分析来 分析来做社会学研究 那那时候我因为还没买到 那本很厚的书 所以没有列入 所以这是Harvey Sacks的 这不是讲那个 那有另外一篇文章 我讲错了 这是另外一个 然后他是会谈文章 那Harvey Sacks也没写什么书 因为一九七几年就过世了 所以他的学生花了二三十年 他把书编起来 这个也是一个很奇特的人 加州出版出了一些奇特人 那接下来的一个 就是要进入到Rendall Collins Rendall Collins有两本书要介绍 一个是冲突社会学 还有一篇文章是讲 因为这篇文章可能可以变成 下面那本书的简短版 叫做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Power and Property 权力跟财产 讲到Micro Macro Connections 讲到这种微观层次 或者是个体层次 跟这个总体层次 或宏观层次之间的关系 这是1980年代末期 美国社会学界的一个讨论 他在里面有发表 那这篇文章 接下来他后来就写了一本书 叫Interaction Ritual Chain 中文翻成互动仪式链 非常厚的书 这是Rendall Collins Rendall Collins也写过 入门的教科书 从这个当初的时候 叫做三个传统 他跟另外一个人写了 另外一本综合性的 入门的社会学研究科书 叫做社会的发现 好像出了第七版还是第几版 那个中国大陆有翻译本 那他自己写的当代的 叫做三个社会学传统 后来就变成四个社会学传统 后来也没变成 第五个社会学传统 我就不知道了 接下来是Jeffrey C. Alexander Jeffrey C. Alexander呢 他的书就是我刚刚讲的 叫做Theoretical Logic in Sociology 第一次有一些他的理论上 他用了很多当时 比较新的科学哲学的概念 譬如说当时的那个 一个科学哲学家 在孔恩之后 一个匈牙利哲学家 叫做Imri Lakatos Lakatos 就觉得孔恩的东西有问题 就觉得Karl Popper的东西呢 所谓否证论的东西 可以稍加修改 就还可以用的 所以他就被称为叫做 比较复杂的所谓的否证论者 那他呢就发明了一个名词 叫做research program 叫研究纲领 所以后来有些人呢 在当时的时代 不用Paradigm这个字 用研究纲领 就知道他的立场 这样子 你可以看到他们用词用字 那这个好像 Jeffrey C. Alexander 是不是也用这字 我现在记不太清楚 到时候要教的时候 我会再好好看一遍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 理论建构的一个尝试 另外一个就讲到 行动跟环境的问题 这个题目是很奇怪的 因为通常讲到环境相对的就是系统 系统跟环境是系统理论里面的 重要的一对概念 那系统里面 系统理论里面没有行动 那这边讲行动跟环境 显然是有它的一个结合的意图 那这也是出在 在刚刚我们讲的Collins那篇文章的同一本书里面 那Joe Turner是一本书 叫Face to Face Toward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Interpersonal Behavior 我个人觉得台湾的社会学界 比较少注意到人跟人之间 这种人际互动的层次 学生在写论文的时候 几乎都是在用这种人际互动层次的东西 在做研究 包括访谈包括什么 可是我们社会里面很少提供这些人 这个相关的理论的基础 可惜在这里 所以理论就归理论 研究方法归研究方法 两个人一辈子不会碰面的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所以也希望在这个社会学理论的 尤其这个20世纪 美国社会理论的教学里面 能够让你知道理论跟其他东西 并不是那么区隔的 是可以用的 可以弄出一些抽象的命题来使用 也可以变成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利器 尤其如果会谈分析 我到时候可以整理出来的话 这个在现行的教科书里面 或者现行的研究里面都没有看到 都没有看到 这是帮助很大的事情 大家都在用的事情 所以如果这方面 我们能够加深一点理论上的思考 也许我们将来在做实际研究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更深入的结果 那这是这堂课希望能够达成的目标 大概先介绍这样 然后在将来继续每一堂课教学的时候 会有想略不同的说明这样 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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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